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沒事吧? 你有沒有這麼嚴重? 你嘗嘗被人撿成沙甸魚似的 然後炸到飛池奶 我包你連骨頭也沒有 這個椅子好一點了 我煮了牛大力豬尾骨湯 待會派人送過來, 記得喝 嚴重點? 嚴重你沒出聲 令小姐, 我沒事了 不知幾、三晚了 不用找人送東西過來 你有沒有搞錯? 你剛才才像喪屍般要我扶你 現在說沒事? 我不想令小姐擔心 誰? 是誰? 這麼臭, 你查什麼? 你的嘴巴, 臭 這是草藥 吃得串人真是沒事 讓我的腰尺尺痛 還特地上來看看你死了沒有 怎麼這麼好關心我? 畢竟昨晚我們也經歷過生關死劫 撿回一條命的 你不是不記得了吧? 記得 我還記得我說過 如果我死不去的話就會弱勢 別說這麼多 脫衣服 脫衣服幹什麼? 你脫衣服就知道我想怎麼樣 慢著… 我的腰受不了 那我轉動一點就行了 快脫衣服吧 不要 不要 你不再幫我脫衣服 雖然昨晚我們很親密, 很貼身 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這麼隨便 我也不介意, 你為什麼要介意呢? 最多我溫柔一點 玩得這麼大? 怎麼樣?什麼感覺? 我就是覺得自己好像 不知道在拍攝什麼影片似的 你懂什麼?一會兒你就知道 對了, 你撥一下撥一下 又好像有點感覺 我剛才很硬, 現在好像… 軟了一點 來了嗎? 來了嗎? 當然了 我這些獨門秘方 行氣活血, 虛毒化瘀 你以為我被生草入你 跟你說話嗎? 你那些什麼獨門秘方 從哪裡學回來的? 森林? 森林? 我都沒有森林 你去哪裡森林? 非洲還是亞馬遜? 不認識你, 別問了 對了 那個陳萬輝和豺狼都被抓了 令小姐不需要人保護 你有什麼打算? 你不是打算跟著我和易先生 做Hitman, 是嗎? 雖然解決了陳萬輝 但是令小姐如果繼續在這個圈裡 總會有另一個陳萬輝出現 到時候她一樣會有危險 這樣嗎? 我要多做生草藥給你再說 雖然我現在還沒想到可以怎麼做 但是我最想的是令小姐 脫離這個烏軒漲氣的世界 以後她就不用再過一些 刀光血影的日子 你以為獨門秘方, 口服也有用嗎? 你說你能幫到令小姐嘛 還不是很短短的? 你外敷就沒用了, 內服吧 好, 我不明白, 那就一起吧 不要… 媽媽, 怎麼了? 這道菜不適合嗎? 不是, 吃不下 婆婆, 你不舒服嗎? 見到你表哥無所事事地 垂頭喪氣, 婆婆濃郁也吃不下 阿熊, 你現在下了口氣 她又知道錯了 你不就讓她回到公司吧 是啊, 大姐 你不就當純粹奶奶 再給Ricky再一次機會吧 如果每個人闖了網 都說給最後一次機會 那什麼時候才最後一次?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 令氏倒閉就行了 你放心 我們令氏的底下這麼厚 又有大姐看著 你倒閉, 她也沒倒閉 是啊, 二姑媽也是怕Ricky再犯錯 但是Ricky一天還沒回公司 你怎麼知道她不會改過呢? 是啊, 男人事業很重要 如果她現在不拼, 遲些照片再拼就難了 Ricky, 是不是? 當然 你不用人在這裡滾貓味 這樣吧 為了真心悔改, 從文員開始 從低造起 你沒事吧?你叫我做文員仔? 那不就像我做委員會一樣 不同, 表哥, 超靈多了 男人大丈夫能屈能伸 從低造起就從低造起 不是, 媽, 爸爸 放心 只要你做出一些成績的話 你大姑媽和你二姑媽 不會按住不讓你上去 是啊, 最重要是進入公司做 大家自己人不會不照顧你 阿熊, 就這樣決定吧 Ricky, 這麼多人為你求情 你要珍惜這次的機會 知道了, 大姑媽 Kent, 我知道公司還有幾個空缺 你幫忙處理一下 沒問題, 讓我安排吧 找我做文員仔, 真是耍我吧 不是剛才爸爸按住我 我一下子就翻他桌子, 我告訴你 我只知道你懶惰我才按住你 要不然你一定被大姑媽趕你出界 是啊, 婆婆很難才投得這麼健碩 你就將就一下吧 最重要是你還在令氏 就是證明大姑媽要放棄你 現在不是你受理, 你當然說得很輕輕 我現在進入高層變低層 一定被人笑得臉都黃 那倒是, 以前你是招待了一群人 現在他們還可以反過來 還沒有仇報仇嗎 去哪裡都行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回地產部 Ricky, 不如你自賤物流部 那邊總監阿蔡好像快要退休 如果你做得好 大姑媽隨時會被你接受 我… 也好, 多開一份 比你三父子更好在地產部 物流部那些我哪有認識 不熟, 你就慢慢摸得熟 除非你喜歡地產部, 給點點點 坐吧 不用緊張, 坐吧 今天叫你來, 有事跟你商量 陳萬輝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令小姐危機也解除 以後又在令小姐身邊保護她 就已經夠了 就是你們…你想解僱我魷魚嗎 我是想問你, 有沒有興趣加入令氏 你如果想留在香港 都應該要建立自己的事業 但我什麼都不認識 我又沒有經驗, 我可以做到什麼 你可以從簡單做起 譬如在公司的物流部 了解公司的情況 如果你沒有興趣, 我也不勉強 好 但如果我加入令氏 我有一個條件 說你聽聽 我可以進入令氏做 我希望公司靜靜蕩蕩 我不希望令氏再參與一些犯法的事 在我們世界, 踩界的事 只是一些正常的需要運作 犯法就不是正常 正常就不會犯法 以令氏的規模 難道做正行運作不了嗎? 只要你一天繼續做非法勾當的事 你也會有危險 我知道你緊張我的安全 不過我要照顧的 不僅是令氏 還有其他同盟的利益 我要對他們負責任 你這麼大的集團 你也可以管理得到 有什麼可以難倒你 除非就是你根本不想放手 你是不是有什麼原因不說出來 有些事, 我也控制不了 如果你真的想幫我 就身體力行幫我做 可能我改變不了的事 將來你會有機會 好, 那我何時上班? 我會安排 有消息, 易先生會通知你 我先出發 令小姐, 歡迎… 很準時, 隨便坐 柳議員, 原來你帶了朋友來 是呀 我特意介紹一位泰國朋友你認識的 Johnny Cub先生 他是泰國其中一隻有極對的首領 Johnny在泰國很有影響力 很多政商界爭著拉攏他 我想如果令氏可以跟他合作 一定會加強令氏同盟在東南南的勢力 柳議員, 你說有事要跟我商量 是什麼事? 爽法 就是這樣的? Johnny打算跟北韓的軍火商做交易 事成之後想找人把軍火運回泰國 你的意思是想利用我們令氏的貨船 幫他施雲軍火 你手知道而已 我想令小姐不會拒絕我 對不起, 這件事真的幫不了你 我Johnny吸收錢在你的袋裡也不要 你嫌錢的聲音還是嫌命長? 原來你才聽廣東話 我剛才的說話就不用翻譯了 令小姐, 我平日都帶你練不少生意 這次就當我買個順水人情給我, 好嗎? 柳議員, 如果你叫我投資 或者幫你的錢洗白, 完全沒問題 但是說到私運軍火都是順水人情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比髒話更難聽 我絕對不會做損害令氏和同盟的事 我更不想跟游擊隊斜上關係 白魔, 你真的很不避免 你當我游擊隊同志軍嗎? 好… 談不成數不要緊 也不需要動刀動槍 Johnny 既然是令小姐這次幫不了忙 不要緊, 我替你另想辦法 記住, 今天你自己拿來的 Kent哥, 收好消息 Johnny級是軍人出身 在台北擁有一支黑魔游擊隊 走私販毒, 人口販脈, 讓人造齊 他們這麼急要求軍火, 想搞什麼? 那就是因為Johnny級想要求火力 跟另一支新掘起的游擊隊開箭 照這樣看, 他們一定會找人 找一批軍火回去 在香港有能力接這件生意的組織不多 萬一同盟裡有人私下跟他交易 那就麻煩了, 一定要緊緊 收到 什麼?你進令氏? 你不是被炸彈炸壞了你的腦子嗎? 我說配分子挺聰明 令小姐叫你進令氏 最起碼總經理吧 有沒有拾皮一個月? 我進去學習 跟普通職員的達成一樣 最少碰到你們 你不是吧?是孫子仔 你吊高來拉吧 說什麼?令氏以後都是她的 你想去哪裡? 我只是想令小姐遠離同盟那班 不用再吊髒了 雖然她看怎麼做我還沒想到 但唯一的方法就是進令氏 由她核心開始 對不起 我想說你別這麼天真 令氏成立了這麼久 內部的運作是一環抽一環有規有矩 就憑你一顆星星就想改變 算了 我知道令氏和正商香黑的關係 非常複雜 要令小姐退下來 不是我的口說那麼容易 但我有的是時間 其實時間也沒什麼了 你想想令小姐各位這麼多人候著 萬一她一退下來的話 肯定有人入圍 還有, 令氏這麼多仇家 如果令小姐失勢 你們走也走不了 你說完了嗎? 我想告訴你們 你們說的話我已經全部想過了 總之煮到過來就吃 怕什麼?沒試過怎麼知道不成功 我就是喜歡你這麼堅定 做兄弟一定撐你底 總之將來吃中成快 死你了 在聊什麼?傑哥有口大熱嗎? 對, 弄杯齋啡 等你那個冠哥, 精神吧 我不知多精神 我還記得兩天後是你生日 今年難帶你香港, 不如搞大女兒 好, 大社會 我很感謝你的心意 但是生日吃一頓飯就行了 不過最好就不要搞定了 怎麼可以不搞呢? 你往時候生日 薇姨也幫你搞大龍鳳 又搞大鬼, 又生日禮物 今年就由我召你 謝謝 薇姨, 我回來了 回來了, 傑仔 很多東西吃 快點坐下, 當然了 你今天又大一歲了 傑仔, 生日快樂 謝謝薇姨 乖, 薇姨幫你嘗嘗好不好? 好嗎? 薇姨, 快點站起來 嘗嘗舒不舒服? 舒服 漂亮嗎? 漂亮 我也猜到你會喜歡的 生日快樂, 傑仔 薇姨, 很餓 好, 有狗辣鬼吃 那你就滿足了嗎?還有 薇姨,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你的單車 我照大你的 生日快樂, 傑仔 謝謝薇姨 回來了 時間剛剛好 又是這些嗎? 吃得你牛高馬大, 老禮 你幹什麼?你嫌棄嗎? 我還沒說完 我說又是這些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這些好吃的東西吃一輩子都不會厭 先說明一下, 薇姨 你每一年都要煮一模一樣的菜式給我吃 要不然我翻了你這裡全部的桌子 說話真誇張得死 好吃 生日快樂 謝謝 我看什麼 這是貴的 我知道你喜歡玩X遊戲, 是嗎? 所以特地買一部攝影機給你 將來要多拍一些英俊照片給我看 我恨了很久, 謝謝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我連也想問你 為什麼你煮的東西這麼沒創意 但是你送禮物給我 又這麼有創意呢? 我可以看他 謝謝茗姨 去吧 來 小先生, 找我有事嗎? 令小姐知道你快要生日 把我送禮物給你 送給我? 令小姐一直記得你的生日 每年薇姨送給你的禮物 都是她親自選的 那就是說之前的MP3、手提電話 單車、行動營 你們全部都是令小姐送的嗎? 你五歲那一年收到第一雙波鞋 都是她送的 阿薇說杰仔那雙白帆魚爛爛了 今年生日送了波鞋給她就對了 她一定喜歡 她已經五歲了, 是時候學波鞋帶 謝謝, 易先生 你到台灣的時候, 記得叫阿薇教她 令小姐 這單車已經按照我們的要求組好了 非常好 這兩天要帶去台灣 要不然就趕不及了 你真的很認識阿傑 知道她喜歡運動 連單車也選擇最好的送給她 阿薇說杰仔喜歡追求女同學 有輛單車送女生回家也比較容易 現在的科技這麼厲害 這麼小的機器有這麼多功能 不知道她喜歡不喜歡呢? 雖然你沒有跟她一起生活過 但是這麼多年來 你也留意著她一舉一動 其實你已經很清楚她的喜好 放心吧 你每天送給她的禮物 她都很喜歡我 高先生, 這間是你的房間 我叫Hidy 是物流部總監蔡先生的秘書 今天剛巧他請了假 但你小姐已經交下了 你對我們公司的運作不太熟悉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問我 好, 謝謝你 我先出去 好 這個是你的位子? 你沒事吧? 阿雅女, 房間也沒房間讓我坐嗎? 畢竟我姓令 你當我是低級職員嗎? 不好意思, 令先生 經理才有房間 其實你這個位置 已經是整個開辦公室最好的 或者你想坐哪個位置 我幫你安排 如果我想坐你大腿 是不是也要去安排? 是呀 真不好玩, 要把咖啡給你? 好 好 Hidy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要怎麼稱呼你 但我想拿公司最近三個月的貨單 出來看看 你要做的嘛 你應該知道那些貨單放在哪裡? 令先生, 你也在這裡做的 你不知道那些東西放在哪裡嗎? 令先生, 不好意思 高先生是今天新來的經理 他什麼都不知道, 希望你不要介意 沒事吧? 什麼都不會就走來做經理 你還有訪坐嗎? 我令家就要跟低級職員 在這裡吹風什麼道理來? 令家走? 幹什麼?不認識我嗎? 高先生, 你有什麼吩咐就跟我說了 對了, 剛才你不是說要找什麼貨單嗎? 在那邊的櫃子, 我帶你過去 好, 麻煩你 咖啡 不好意思… 令小姐, 你找我有事嗎? 坐 明天上班, 習慣嗎? 好, 秘書Hidy已經跟我說了 物流部的運作 但真的有很多文件要看 這裡的就是令氏集團 這兩年的業績報告 都希望你盡快熟悉公司的情況 好, 人們說令小姐要求很高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對你有信心而已 對了, 你送給我那份生涯禮物 我已經收到了, 我很喜歡 但因為太名貴, 所以我不捨得戴著 不用客氣, 你喜歡就行了 不過無論如何, 我也要謝謝你 謝謝你每年都記得我生日 易先生告訴你 對了, 明天就23號了 G-Force和阿欣打算跟我搞一個… 進來 媽 你也在嗎? Kent 不妨礙你們吧? 我不妨礙 我跟令小姐交代工作的進度 我不妨礙你們了, 我先出去做事 謝謝, 媽, 你記得明天晚上的約會嗎 我已經請了丙叔出山 主定的靚底替我們 你看看你, 每年到10月23號 你都特別緊張 又是10月23號? 謝謝, 好, 謝謝 我已經解決了明天所有的約會了 真是很久沒試過丙叔的手勢 明天可以試了 是不是有問題要問? 你看看一條帳 你是問, 為什麼貨單帳面數這麼大 但實質出貨量連10%都不夠? 你這句答案就是告訴我這數字是假的 令氏一直以來都是幫人花錢 我沒跟你說過 在我們的世界 這些就是正常的商業運作 這也叫正常? 那看看你用什麼角度來看 我角度覺得我自己上了一艘賊船 你肯上船是因為你媽媽是船長 好笑嗎? 對, 我知道阿欣和知科 明天晚上會和你慶祝生日 不過我有事來不了 你要陪令小姐去Kent的約會? 為什麼你這麼問? 剛才無意中聽到Kent說 她是每年的10月23號都要約令小姐 還說到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12月23號是Kent重申的日子 重申?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令氏集團的 公關部經理韋伊游小姐 以及兩位狀元余凱銘同學 和張家俊同學上來接受訪問 先和兩位同學聊天 我知道兩位今年在文憑市的成績 都非常好 除了被國外的大學取錄外 也得到全額的資助 有沒有什麼成功心得跟我們分享? 不如余凱銘同學先說吧 其實我和家俊是孤兒 今天可以去外國讀書 真的要很感謝新苗基金 多年來的支持和資助 說到新苗基金 不如請韋小姐也跟我們說說吧 其實新苗基金是令氏集團 在1997年成立的慈善基金 我們致力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兒童 被遺棄的孤兒 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一切所需 我們希望他們和其他小孩一樣 都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 因為學習機會 對於每一個小孩來說都是公平的 不過以我所知 就是新苗基金好像這麼多年 都沒有做一些大型的宣傳 或者公開籌款的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集團主席令洪小姐 一直認為幫人是應該由心而發, 身體力行 所以我們的基金來源一分一毫 都是由令氏集團和令洪小姐私下捐助的 這次的訪問提升到令氏的形象 固然是好 但最開心是可以看到令氏的慈善基金 原來真的可以幫助很多小朋友 有人好像很有感受似的 對, 明晚的約會你記得吧? 如果有工作要做, 記得交給Patrick 記得了, 你每年這個時候 都特別緊張了, 幫你安排好了 不過今年又是想著吃粥 我和媽媽每年都在丙叔道吃粥 今年當然不會例外 究竟是你和令小姐都很喜歡吃粥 好啊, 還是碗粥對你來說有什麼意思? 喂, 還是不特別得連我也不說? 沒什麼特別 只是我和媽媽這個約定 在很多年前已經有 去哪裡吃, 大家已經有神默契 所以才沒有合意跟她看 好 吃粥?那你準備好跟我說這個故事嗎? 因為27年前的10月23日晚上 當時只有幾歲的我 剛剛被父母遺棄 那天氣特別冷 我一個人孤零零坐在路邊 看著對面的燭檔 遠遠都聞到一股燭的香味 小朋友, 粥很髒的, 你別吃了 你爸爸問什麼呢? 你跟我來 那碗粥的味道, 我到現在還記得 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的味道 可能是緣分, 亦可能是天意 當時我看到這個阿姨的樣子很親切 吃完碗粥之後, 我就一直跟著她 後來她還正式收養了我 吃了我媽媽 所以每年的10月23日 你都會和令小姐回到丙叔吃粥? 因為這一個是我和媽媽的共同回憶 亦是令我重新回憶 所以我會好好紀念和珍惜 蜜樓部, 有什麼匯報? 是, 令小姐, 拿著… 不如讓新人說說 我已經看過公司蜜樓部 近幾年的營運資料 研究過, 運輸成本其實可以壓縮一點 我和蔡先生已經寫下詳情在報告上 姐姐, 物流報有Wiki在這裡 你也知道她一向做事是說頭聰明的 那你就交給她做吧, 不用煩 這份報告我也有納過, 寫得不錯 努力 今天就這麼多了, 先散會 姐姐,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物流報的資料 不如下次再叫Wiki來開會吧 再說 好 剛才看到阿健帶著你送給她的手錶 挺合襯她 她昨天說她很喜歡 不過可惜剛才沒跟她說生日快樂 阿欣今晚會在家裡和阿杰慶祝生日 你也在一起? 我也去? 三十多年來, 你也沒有正式和我一起過生日 難得阿杰接受你 為什麼你不把握這次的機會? 我不是不想 不過Kent約了我嘛 如果我突然失約, 好像… 其實Kent每年都約你慶祝 我也是想報答你對她的恩惠 如果你今晚有事缺席的話 我想她總會體諒一下 但是阿杰, 今年的生日 沒有了薇姨在身邊 總會有點失落 又或者你的出現會帶給你一些安慰 可能我說多了 再要怎麼選擇 都是讓小姐你自己決定 新鮮滾熱, 嘗嘗好不好 嘗嘗 怎麼樣? 魚片粥很鮮甜, 果後十足 難怪你每年都要來這包場 難中指定要丙叔幫你補足 Kent很練舊, 他又有孝心 我為了你, 只要我還能動 也一定不足夠給你吃 丙叔, 謝謝你 不過我又怎麼會要你這麼辛苦 我現在就學好怎麼做 將來做給你吃 好, 你也有份 媽媽, 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不要緊, 我們再約吧 再見 怎麼了? 媽媽有重要事, 來不了 不要緊, 我們兩個吃都不開心 丙叔叔, 今晚開始大啤, 我替你啤啤他 好 一會兒我帶給易先生 看看晚點令小姐來不來 如果媽媽真的有重要事要做 易先生不會讓其他人騷擾他 你坐一會兒, 很快一起吃 丙叔叔, 跟我來不去 來 來, 別客氣, 別客氣 來, 別客氣, 別客氣 我犯人, 坐下 什麼事? 墨西哥勁辣搶薄餅 看來你生日而已, 我終於家底家辣 就是這樣嗎? 杰哥 你怎麼穿成這樣? 生日快樂 謝謝 這麼錯口味我不適合, 阿冠 抱住他 你這傢伙要我微姨在天之靈 知道你這樣和慶祝生日 他一定會氣到來騷擾你們的牆 你看看誰來了 你別發呆, 令小姐來了 知道 為什麼你會來? 不清之內, 會不會不高興? 怎麼會? 這麼多年都沒有跟你一輩子過生日 今天真的難得有個機會跟你說一聲 生日快樂 謝謝 好事 如果這條片電視台可以播的話 一定很多母親都會流眼淚 玩吧 拿水水 拿水水 你們慢慢聊, 去幫忙 坐吧 這裡 這個G4 經常都搞氣 先讓我解鎖開 對了,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這份禮物是你去年送我 當然記得 行了, 其實送這麼多禮物給你 都是一些物質的補償 讓我自己心裡比較好 不過回想起你 寧願當初我沒有送走你 我們母子不會錯失太多 其實…其實一開始也不遲 我倒點東西給你喝 阿樂, 年年都有今天 順順都有今朝, 恭喜你… 謝謝大家… 快點, 許醫院 許醫院希望我發達 你也想 Match, 令小姐在這裡 當然要一起出去合足 對…一起… 一起… 好, 行 一… 二… 上 快點… 生日快樂 來吧 搞什麼? 幫我聽聽訊息吧 怎麼樣?搞什麼?他在說什麼? Kate說,叫你跟令小姐說 Kent在那間祖寶那裡等他 無論什麼都等 當然是吃蛋糕的吃粥 好嗎? 剛才那種,你不要再告訴他 我都沒聽過 不能說的嗎? 他們沒有辭之孝,你是不是拆散他們? 我剛才把短信轉飯給人叫 你不是很老嗎? 吃不完就不要吃了 不要吃… 好痛 不喝但不要喝這麼多,他經常都是這樣 瘋了 他經常都是這樣,我都沒想到 波子,那些酒是用來喝的,不是用來勁的 Perry Perry,我再拿一條毛巾給你 你幹嘛拿人家的電話? 什麼?看我不行嗎? 鬼鬼祟祟,收了電話?一定有狡猾 你怎麼搞的? 這麼快手? 不是我的快手 是你的身材,像跑道而已 你串我嗎? 你出毛招 搞定 你幹嘛弄壞我的電話? 那個電話不是他的嗎? 原來你是想拿那部電話 有電話,拿出來… 拿出來,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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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 欣,如果你見到令小姐的話 麻煩跟她說一聲 Kent在竹舖等她 無論什麼都會等 請她一定要過來,謝謝 不要了 是呀,他們今晚約了 我不知道Kent 又在等令小姐 你真的跟她說嗎? 好 原來Kent在竹舖等你 我跟她說了,說我有事去不了 她怎麼會等我呢? 因為今天是10月23號 是Kent很重要的日子 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不可以自私 我不希望Kent因為我不開心 其實你今晚來跟我說了生日快樂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想Kent 也希望你跟她說同一番話 好嗎? 你真的很想我去見她? 現在十二點也不夠 你去還來得及 你當我再送一份生日禮物給我吧 你說得對 你們兩個都是我兒子 媽媽一樣很疼 我走了 媽媽 謝謝你今晚來 零小姐 零小姐 零小姐,媽媽 不好意思,要你們等這麼久 幸好說得到 零小姐 那證明我手車還行呢? 謝謝你,逆先生 媽媽, 我剛才真的以為你來不了 你對我這麼好, 媽媽不會忘記 我們不要記定定, 坐吧 丙叔, 你只有四碗魚片粥 收到 我剛才吃粥就吃得飽了 不妨礙你們, 慢慢聊 別走, 坐多一會兒 我今天趕得及你, 還是多虧你 原來是你 怎麼了?你是否打算掛我多事 掛的, 所以就罰你陪我們坐下吃都活了 看見你們兩個經歷了這麼多事之後 都還這麼恩愛合格, 媽媽很開心 記住, 要珍惜身邊的人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 要千萬不要放手 要不然, 剩下的只會是遺憾 媽媽, 沒你就沒今天的我 我會好好珍惜你給我的所有東西 媽媽知道你是孝順 不過你別以為有什麼虧了我 上天讓我遇到你 就是給我一個機會做媽媽 我很感激這麼多年來 你一直在我身邊 媽媽, 為什麼你今天可以特別感觸 我還會仲傲 我不會說是師傅 你不會再宅邦 你不會再認識我 你變成人家的 煮的粥真的要趁熱吃 我這獨門秘荒, 行希活血, 去乳化乳 我這獨門秘荒, 去乳化乳 你們這些傢伙, 黎爺依在天之靈 這真好, 真好 寫得不錯, 繼續努力吧 是不是繼續努力? 努力 我給你一點點 就如八就如七刻, 更靠也對立